這個呢,我不是縮笑的 你去 IKEA 看那些去躺那張椅子的 因為很多就是夫妻來嘛 然後老婆就去坐在那張 我說的就是這個 102 的這張椅子躺著 哇,很舒服耶 然後他老公就說 那我來躺躺看好了 那因為那張椅子都放在一起 他們又都是灰色 很多人就一時不察 然後他就躺下去 我覺得很難躺啊 怎麼不覺得他很好躺呢 然後還會 還會躺起來 所以呢,你一定要注意 你看了這個椅子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是比較貴 一萬塊上下的那張才是我推薦的 另外一張不買也罷 大家好,我是陳寗 之前呢,說了這個 Costco 的必買十大好物嘛 其實台灣呢,有兩個賣場 我發現忠誠度都很高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只要是他出的必屬佳作 但是我必須說這種東西 其實都是一定要慎選 不是某個品牌出的就一定會是好東西 我說過很多次 就算是蘋果也一樣 蘋果也是出了不少雷貨 所以我們一定要慎選 那之前講了 Costco 呢 是忠誠度很高的一個品牌嘛 現在我講的第二個 就我剛剛說台灣有兩個的另外一個 就是 Ikea Ikea 到底念 Ikea 還是 Ikea 呢? 那我這個有問過瑞典人他們說 Ikea 為什麼念 Ikea 呢? 是因為美國人才念 Ikea 我們要念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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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很憤怒 所以不要在那邊講說我們到底念什麼 很簡單就是 Ikea 啦 那到底 Ikea 有哪十大一定要去參考一下的好物呢? 不一定要買回家 因為不見得你家就會適用 但是是我都會用的十大好物 到底有哪些呢? 我們今天就來談談看吧 在開始之前先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打開通知 那就開始了 第一個我覺得一定要買的東西呢 就是他的組合衣櫃 其實 Ikea 的組合衣櫃是一種變化多端的產品 如果你走過那個廚房區之後 就會走到衣櫃區 衣櫃區裡面你看著有很多很多的衣櫃 然後你想說看起來好像選擇沒有很多 那你就真的太小看 Ikea 了 Ikea 的衣櫃 他是除了那個框體 都是一樣的尺寸 其實不能說一樣 他就三種尺寸 他除了這三種尺寸之外 他剩下的東西全部都可以 各種組合各種變化 從門片就有很多種 有實木紋的有鏡子的 有整個都是鏡面的 或者是有整個就是宿舍的 甚至呢 還有滑門的拉門的 這些全部都有各式各樣的變化 然後再到裡面還有層板 有層架 可以拉出來的抽屜 抽屜還有很多種 有深的有淺的有透明的 有可以放手式的 如果你家有很多那個機械錶 還有可以放機械錶的盒子 所以他的組合是很多的 所以如果說你一直想要挑一個衣櫃 可是你又不想去給那種系統櫃的廠商去讓他收你很多的錢 或者是你也不想要讓這個設計師幫你設計櫃子 那麼 Ikea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而且我有實際比價過 有的人說你會看說 Ikea 櫃子隨便買都要兩三萬 但是你如果去那個家具街看 其實隨便買買也都要三四萬塊 兩三萬櫃子其實很少見的 我家有一個跟 Ikea 價格差不多的衣櫃 打從買回來第一天開始門就拉不起來 結果是什麼呢? 第一個他的材質也沒有比 Ikea 好 所以他容易變形 然後再加上裝櫃子的那一位大哥沒有把他裝好 所以從第一天衣櫃就拉不起來 反而如果你真的要說 Ikea 呢 Ikea 的櫃子 沒裝好還不太會怎麼樣 頂多會歪一邊 那那個還可以還有救 但是像我們家那個櫃子那種結構 反而就是歪了就歪了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找機會把他淘汰掉 但是又有點捨不得 因為 Ikea 的櫃子 雖然我一直說他很划算 但是買起來要兩三萬還是有點捨不得 所以那個以後再說 但是這個時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Ikea 的衣櫃 他的組合很多 所以你會發現說我去到 Ikea 然後開始在那邊 怎麼好像挑不了 然後你就急著想買 我建議大家千萬不要急著買 Ikea 的家具 尤其是這個組合衣櫃 當你要買這組合衣櫃的時候 我建議你先實際去 Ikea 把他的每個配件都摸摸看 然後用用看 然後先選好你的櫃子裡想要哪些配件 接著把你想要的顏色跟高度都挑好之後 再回到家裡把依照你看的想法 重新再丈量一次你家的空間 最後用 Ikea 網站上的設計軟體 重新設計你的櫃子 我曾經想過 我要在家裡量好再去 Ikea 現場看 結果我發現 在家裡量好去 Ikea 看 都會再改變主意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那我到底要不要買 要不要買 所以我會建議你做兩次 反正這 Ikea 家具 他也不會忽然間就倒掉 所以你就把這個 家裡先量好去現場都看過 回來再量一次 重新用 Ikea 的軟體 把他再量一遍 再去買 這樣子你就可以買到絕對適合你家 而且非常漂亮的櫃子 唯一需要注意的兩件事情就是 第一個 他的櫃子是盒板 所以如果你家太潮濕 或者是你會常常不小心 把水倒在上面的話 那他很有可能很容易壞掉 第二個 是他的衣櫃的背板 非常的脆弱 所以 Ikea 的牆一定要靠牆 他的櫃子一定要靠牆 不然他那個背板很容易破掉 這個我們家的櫃子已經有一點 因為家人在塞衣服的時候 硬往後面塞 就把那個板子 就 就 砰起來了 所以 這個櫃子 他有這兩個缺點要注意 其他都很好 尤其是裝好之後 那很高的衣櫃看起來超像飯店的 感覺超棒的 再來 第二個 我覺得很值得買的 就是他的松木系列家具 Ikea 大部分的家具都不是實木 他大部分的都是盒板 甲板或者是裡面是紙之類的材質做的 所以他很便宜 但是有一個特別例外就是他的松木系列家具 他的松木系列家具全部都是實木的 就算是櫃子也是實木的松木板做的 那松木這種東西其實本來就不是很貴的材質 你可以上露天看 單買那個板子真的沒有很貴 但是 你在Ikea 買跟直接買板子來的差異 就是Ikea 已經幫你把板子都拆好了 你只要買回家把它裝好就可以用了 所以 如果你希望要有實木家具 然後又想要比較便宜比較好用 那Ikea 的松木家具 絕對值得看 可是 Ikea 這個松木家具 他有幾個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是組合價格 Ikea 很奇怪 就是他的櫃子 如果你只買一個的時候 他常常會很便宜 比如說像 有一個三抽的松木抽屜 那個買 長期在敦北店都只要九百多塊 可是 你如果是一次買好幾個 然後看起來都差不多 容量也差不多的櫃子 一次買好幾個 他的價格就會貴很多 比如說像 Ikea 有一個松木架 就是一個層架 你買一個的時候 只要兩千四 可是 當你買他是三格的時候 會變成多少 會變九千六 那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你買一個兩千四 你買三個把它放在一起 也只要七千二 那為什麼買三個 合在一起會變成九千六呢 所以這種組合的價差 一定要去把它算清楚 那有人會說 那他可能就是三個湊在一起 看起來比較一致 或怎麼樣 這個時候你 拜託你去線條摸一下 你會發現 其實 Ikea 有的東西 真的不是像你說 他是三個湊在一起 或者是什麼比較一致 其實沒有 因為 Ikea 他為了節省成本 所以他很多東西的零件 是共用的 就是他的這根腳 跟另外一個櫃子的一根腳 可能是一樣的 所以你去比較一下 就知道說 到底我應該要買三格一樣的東西 拼在一起 還是買一個 合在一起的東西 很多東西你會發現 買那個三格合在一起的都比較貴 那第二個呢 就是要注意他附件的強度 Ikea 的附件 就是比如說像腳鏈 你櫃子拉出來 不是有那個軌道嗎 Ikea 很多這種軌道 比較便宜的櫃子 都是塑膠的 所以他很容易斷 像我剛剛講那個 只要九百多塊 超划算的那個松木抽屜 他裡面就是 那個軌道是塑膠的 如果你依照他的建議方式 來組裝的話 他超容易斷 尤其是如果你東西放重一點 你拉出來 可能拉出來的那個瞬間 他會有一個 那你就知道完蛋了 你的櫃子可能會放不回去 這個時候 你當然是可以去 Ikea 跟他說 他會免費再給你新的附件 但終究是麻煩嘛 對不對 你看 就算我家去敦北的 Ikea 那搭車來回也要一個小時 所以 你在買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他附件的強度 其實大部分都不太耐重 所以買松木系列的話 我會建議你最好有一點這個木工的概念 那你在組裝的時候 可以盡可能的去補強他 比如說你買了他的層架 那你就可以用那種腳缸 把他補強一點 他就比較不會斷掉 或者是自己換個腳鍊 或把腳鍊用螺絲 把他固定好一點 這些都可以讓你的松木家具更耐用 那其實真的他是比較划算的 因為你單買松木板來做 也差不多那個價格 但是人家也幫你包裝好 然後你直接鎖一鎖就可以用 再來第三個 就是IKEA 的床墊 IKEA 的床墊 在歐洲是賣得很好 很好的 根據這個統計 每十個歐洲人 就有一個人 是在這個IKEA 的床墊上 被製造出來的 所以你看他賣得真的很好 但是IKEA床墊賣得很好 有一個很大原因 是因為他便宜 所以在2015年的時候 歐洲的比如德國 瑞典他們爆發難民潮的時候 IKEA 的床墊就缺貨 因為他是歐洲可以買到 算是最便宜的床墊 然後就很多難民就買了 所以他這個熱門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他便宜 但是也因為他便宜 所以IKEA 有一些床墊 是非常值得買的 是哪些呢? 就是高階的床墊 那些要15000、16000的床墊 其實很多人去IKEA 看到這些床墊的時候 會說床墊要16000 這個其實是一種環境購物的問題 你在環境IKEA 你看什麼東西都好便宜 你看到16000的床墊 你就覺得說這麼貴 可是呢 你如果去那什麼 那個什麼賣床的專賣店 你就會發現16000的床 根本是入門到不行 你如果跟那小姐說 我要買16000的床 他有時候不太想理你 因為就是太便宜了 所以你說到底這床哪些好 我就推薦這種15000、16000的床 我覺得是最棒的 不管是他的記憶墊 或者是他的這個獨立桶 這些組合起來 那睡起來真的非常舒服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真的很耐用 你不管是在上面追趕跑跳碰 或者是做一些比較劇烈的事情 他都可以好好的支撐 而且呢 其實如果你去看像美國的那個論壇 那個Reddit 他們的西斯版裡面 就有很多討論IKEA床墊 IKEA的床墊 他很多人都會講他是真的很耐用 但是這個時候他們會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買他的床架 因為他的床架很吵 也很容易壞掉 很多人都說他們因為太過 做一些劇烈的事情 把這個床墊把它給弄壞了 不是床墊 床架給弄壞了 可是床墊還好好的 所以這個IKEA床墊 你說強度 其實不要太在意 而且因為他保固很長 壞了就把它換掉 所以呢 如果你買他高階系列的話 真的睡起來就是舒服 而且又耐用 像我自己用的床墊 我跟他推薦的就是 我用的200公分長的床墊 他的編號是20425842 那個時候就是 看到他很便宜 然後後來又更便宜 所以我買了兩張 也讓我開啟了新的一扇門 就是在IKEA高階床墊 一次買兩張 把它疊在一起 哇 那個舒服的程度 真的是 可以媲美那些五、六萬、六、七萬 甚至要十幾萬的那些歐洲床墊 甚至美國床墊那些都可以比得過 所以你如果說我今天要買七萬 去買一張床墊買七萬 我會建議你直接在IKEA買四張 把它疊在一起 超舒服的 但是呢 你爬上去會有一點辛苦 如果不小心掉下來會受傷 這個要注意 因為IKEA床墊都比較高 然後他的床包也比較滿買 你買了便宜的IKEA的床墊 你就必須買他的床包 或者是去訂做 訂做就會比較貴 像我的比特兔的床包 就被多收了兩千多塊 因為他比較大 再來第四個東西 是他的餐桌 他的餐桌並不是全部我都推薦 我特別推薦的是這個編號 603、65803 這一個餐桌組 為什麼推薦他 第一個他的花紋很漂亮 但這不是重點 因為IKEA漂亮的餐桌太多了 最重要的是他送四張餐椅 只要4490的餐桌還送四張餐椅 你會覺得超划算的 一張餐椅如果算五百塊 你去那個大賣場買差不多五百塊 你看四張五百 這樣子一張桌子要兩千多塊 而且還超耐用 我已經用好幾年了 所以這個餐桌 那個4490真的很推 但我後來看了他的圖片 我合理懷疑 他是企圖用他的座墊把這個利潤給賺回來 為什麼 因為他的座墊 他要價199 但是其實就是一個普通薄薄的座墊而已 那你還要買四個 你看不小心就又多花800塊出去 所以這個座墊 我覺得應該就是像那個iPhone的附件一樣 用來補足毛利的東西 不過因為那個椅子 他比較硬 因為他就木頭的 所以如果你坐久了真的會不舒服的話 你也可以買他的座墊 但我們家是沒有買他的座墊 因為我們家有更好的座墊 所以我們就自己放座墊上去 放了真的很舒服 我現在在用電腦的時候 也都用那個桌子的 就是那張椅子 我連電腦桌都是那張桌子 太划算了 再來第五樣東西就是他的躺椅 其實IKEA的躺椅非常的多 但我最推薦的是這個 102 990 28 的這一張躺椅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往後躺 然後整個人躺下去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就是他的長度 以我的身高 都可以整個人躺上去 然後 他的那個扶手也很寬大 手 腳 放在上面都很舒服 可是 要提醒大家 就是他有另外一張 長得跟他很像的椅子 只要賣4000多塊 那張椅子 我就不是那麼推 第一個 他在倒下去的這個機制 他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很強的回彈力 所以 當你躺上去之後 你沒有用力的 用你的這個腹肌 去撐住他的話 他就會把你 把你彈起來 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這個 我不是說笑的 你去IKEA看那些 去躺那張椅子的 因為 很多就是夫妻來 然後 老婆就去坐在那張 我說的就是這個 102的這一張椅子 躺著 很舒服 然後他老公就說 那我來躺躺 躺躺看好了 那因為那張椅子都放在一起 他們又都是灰色 很多人就一時不察 然後他又躺下去 我覺得很難躺 怎麼不覺得他很好躺 然後還會 還會彈起來 所以呢 你一定要注意 你看了這個椅子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是比較貴 1萬塊上下來那張 才是我推薦的 另外一張 不買也罷 那個4000多塊 我會建議你去買 那個黃色的椅子 那個超漂亮的 我也超想買 可是後來覺得家裡 有點戰空 因為本來想要買來 坐著可以錄YouTube 但是 覺得不小心就會想要躺著 看起來很懶惰 後來就放棄了 但那張椅子也蠻漂亮 有機會再去買好了 而且那張還有縮小 小板可以給你家的小孩或貓咪做 也是蠻方便 但千萬不要買 因為那個真的是 買了就會浪費錢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個以上 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的上集 就是我在IKEA 覺得一定要買的五樣產品 那你如果對這五樣產品 或者是你還有更多 想要推薦的東西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再來討論 至於另外五個是什麼東西 我們下集再說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我們明天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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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按讚 按讚